目前我们的开课平台已经进阶到2.0的最新改版 在2022年的3月16号之后 可是我们大概在4月底才会全部上线 让所有的用户都可以自己来做升级 或者是我们帮你升级 那这个大改版它会有几个重点 所以之前录过的影片我们现在再重新录制一次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到这个test123.infobox.com.tw的话 你看一下这个影片来示范一下 让你知道整个销售的流程 网站本身这个demo网站是被很多人去修改过的 所以你看到的样子是像这样子 就是这个照片被换过 然后这个文字没有被换 那这边有一个测试卡号 你等一下刷卡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测试卡号去做刷卡 不会扣你的钱 然后这个是客户自己上传的课程 照片跟这个内容 那底下这边是客户自己上传的一些自己的编排 免费可以自己去编辑这些内容 预设我们预设交付给客户的是像这样子的网站 你可以去改像刚你看到的这个网站 这些图片都是这个客户自己改掉的 来做demo站测试之后自己改掉 那原本是这样子你可以改这个文字啊 可以改这个图片啊 可以改这个logo啊 然后这个上架课程的时候 课程的图片是你自己上传的 那这是没有上传的样子 这是有上传的样子 然后这个是作者 那这个如果需要隐藏的话呢 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再帮你做隐藏 写个css的语法把隐藏掉就可以了 因为有人不想要出现 那这边是自动去抓取你的最新blog的文章 如果你没有写blog的话 这边就会是空白的 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一整个区块把它删掉 这是ok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客户自己改的 苏呆子这家公司他做的网站 数学堂他的这个网站叫苏呆子 那你看他改掉之后 其实网站就蛮漂亮的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的 其实他版型没有去做什么修改 所以如果像这样子的话 只是改个logo改个图片 你一天就可以上线了 然后上传自己的课程内容 然后他这个有花心思 就是放他的漂亮的照片 所以如果你的网站都不需要做任何修改的话 你其实只是去上传你的内容 你的content 像这个blog我们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这blog文章 这都是内建的功能 那他只是上传好看的照片 在首页的时候会自动去抓取 所以就变得很漂亮的排版 这个课程点进去看一下 课程排版是长这样 是2.0的排版 这个是他上传的课程的图片 那这个区块也可以上传影片 他就会变成一个影片在这边做呈现 可是刚刚这个地方 他会呈现图片 你上传主要图片跟影片的时候 这个前台看到的是图片 但是点进去这边 可以去秀出你这个播放的影片 来做更深入的介绍 然后课纲的部分 这边可以有好几个课纲 每个课纲把它点开之后 就会有好几个单元 每个单元在点开里面就会有影片 那如果要购买的话就可以直接加入购物车 用我们这个测试版来做介绍 这边的卡号记得是422 11后面都是1 然后日期只要大于今天 后三码随便打就可以结账完毕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要随便买一个课程 假设是这个6000块的课程好了 那我们点下去 或者是点刚刚的那个加入购物车都可以 我刚刚点的是图片 所以直接进来这个课程的一个介绍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 课程介绍内容 这个介绍内容里面当然也可以插图片 那这边课纲就会显示你 像刚刚讲的 这边是主题 主题 每个主题里面都有单元 每个主题里面都有单元 那如果是眼睛的话 就代表可以免费观看 如果是锁头的话 就必须要购买登录之后才能够观看 那现在我们来点看这个眼睛 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影片的呈现方式 那你这边就可以直接播放 那如果下一个影片的话 你就点这个下一个 这边就会有箭头 像现在是第二个 第二个蓝色的 再播放第二个 那再试看影片 所以可以免费观看 那如果是这个锁头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点开了 所以你点到这第三个的时候 这边你如果再去点下一个 这边是没有用的 他就会跳到这边 轻易登录了 因为没有购买的关系 好那我们再回到首页来看一下 刚刚底下这边的课程 有八个 那这边可以一列显示三个 或四个 这个可以在后台自己去做设定 都可以 你要显示两个也可以 如果你这一个课程呢 那你就显示一个就好了 或者是根本不要做显示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销售页 一页式的销售页 然后自己呢 做完漂亮的销售页之后 做一个连结 点击之后再去 连到这个购买页就好了 找一个比较贵的 比如说六千块 你按加入购物车 或者是把它点开 加入购物车的话 就会跟这个点这个加入购物车 是一样的 把它按加入购物车 那就会跳到这个结账画面 然后你只要 预设呢 就是看你是串接哪一个金流 如果你有申请蓝芯 或者是申请绿介 或者是申请万事达 那我们就帮你串接好 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申请的话 我们就会直接帮你申请万事达 那其他的你自己要去申请 通通都可以 没问题 目前比较常用的就是 蓝芯、绿介、万事达 这边意思就是说 当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访客 要来购买一个课程的时候 这个系统里面 并不会有我的账号密码 所以你打的电子邮件就是你的账号 你打的密码就是你到时候 购买完毕之后要登录的密码 OK 这边我勾选要购买的 使用信用卡 好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到这个 已经串接好了 那我们串接的呢 是蓝芯 目前这个测试平衡是串接蓝芯 好 这边有个测试商店 所以你就用勇敢的刷下去 没有关系 这6000块不会扣到你的钱 因为我们这边有提供免 免付费的测试版信用卡号 就是4000 22 11 11 11 你可以来测试 然后日期呢 就是不要 不要小于今天 比如说现在是2022年的4月 所以你用2023年的3月OK 随便打 然后后三码随便打 然后勾选 同意 他就会跳转到你的金流公司去 OK 购买完毕之后呢 他就直接跳到你的已参加课程 已经登录了 你看已经登录了OK 所以跳到已参加课程这边就是你购买的课程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点击开始上课了 就这样 那就会登录这个线上课程的画面来 这边就是每一个影片都列在这边 这边第二个影片 每个影片都已经变成圈圈了 已经没有锁头了 通通都开通了 那每一个主题底下 都会有各单元 然后每一个 现在有两个主题 你可以有多个主题 没有限制 那这边就会显示说 你这个主题有12个单元 这个 底下这个主题 test123 有三个单元 那你看完了几个单元 假设说你现在看完一个单元 这边就会显示1 目前是显示0 所以 这边就是直接显示出你的 每一个课程的单元 每个课程点进去都是一个影片 然后这个影片的下方呢 其实它是一个HTML的编辑区 所以这边你要打任何的图文字 都通通都可以 那这边的练习资料指的是 管理员有没有上传一些附档 附件档 比如说PPT Word 档等等 PDF 通通都可以直接在后台上传 那这个学员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可以下载 然后这边有一个留言区 留言区是每一个学员都可以去留言的 针对这一个单元去留言 你跳到下一个单元 有下一个单元他的留言 那这边有一个问答 这个问答区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到 彼此都看得到 每一个学员提的问题 那其他学员也都看得到 那这边也是 只是说这个问答区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单元 这边问答区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看完这个单元的影片 你要把它做一个标记 你就按标记完成 标记完成之后 你看的这个单元 他这边的圈圈就会变成勾勾的符号 然后他就自动跳到下一个单元去 那如果你要退出的话 按右上角的XX 点一下他就会退出课程 他就回到这个课程介绍页 那这边也会显示你目前的观看进度 那因为你现在已经购买了这个课程 而且是在登录状态 所以他这边就会显示继续上课 而不是加入购物车 然后这边有一个完成课程 就是如果你已经不想看了 你要把它标记为全部完成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按完成课程 那这边会显示出管理员设定的 这个课程难度是属于初中高级 或是适合任何人在这边秀出来 然后多少人购买这个课程呢 这边秀出来 然后进行了多少时数 就是代表这个课程总共有3小时的意思 这个最后的更新意思是说 这个课程讲师管理员他新增这个课程之后 如果之后有再新增其他的单元 或是去编辑过 然后再重新发布 那这边就去更新这个日期 那证书是说假设你已经完成这个课程了 比如说我现在 假设你已经全部都看完了 然后你就可以按刚的那个完成按钮 然后你可以给一个评价 比如说我评价5分 然后这边可以写一下新的 比如说非常好 按送出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点一下旁边 已经送出了这个转转转 然后你这边可以去复习课程就是重新开始 那如果你要下载证书的话 就按查看证书 然后这边就会直接有一个凭证的ID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然后这个是管理员他预设了一张证书 那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比较喜欢的款式 学员就可以看到这个已验证这个证书 那这个就会写你的名字 然后课程的名称 还有你列印证书的日期 那这个是管理员在后来上传的 有效证书ID ID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那你可以在这边按下载 成PDF档或者是JPG的档案 或者是你直接按这个立即列印 他就会去呼叫你的印表机 如果你印表机的话 OK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刚刚的课程页这里 这边一个课纲我们看过了 来看评论 评论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送出去的 5分然后非常好就会显示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评论要注意 这个评论是学员本身才可以去做评论 可是一般人不用登录网站他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评论功能要不要打开 是在后台决定的 如果管理员你觉得说 你怕评论被客户看到 那你可以把它关闭 就不会出现这个评论 那这个魏语达也是学员才看得到 这个魏语达跟我们刚刚在课程里面的左侧 那个魏语达是一样的 这个是登录之后才看得到 一般访客是看不到的 那我们来证实一下 现在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登录的状态 我用了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浏览器 所以你看这边有个加入购物车 证明我还没有登录 然后下方这边你看评论这边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魏语达是一定要登录才能够看得到 所以这边要注意就是陌生人是可以看到这个评论的 所以管理员你要不要开启 自己自己要决定在后台开关 好那学生的部分画面我们都讲完了 接下来你们在测试网站就可以实际用这个卡号去做测试了 那下一个章节我们就来讲一下管理员怎么样去新增一个课程 你们在测试网站也可以使用管理员去做测试 那如果你没有管理员账号密码的话呢 请LINE私讯我们